哈喽,大家好,我是FPSA的学生,鲁美加跟美加 今天呢,很荣幸的得到这个最佳创意的奖 然后呢,在这里我想要谢谢我的爸爸妈妈 让我有机会进入这个FPSA的学校 然后呢,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Jesty老师的耐心就好 其实呢,我也只是一个新生 但是在这几个月来,我也只不过学了几样的妆 但是我也能得到这个奖 所以呢,很多事情都有可能 只要你努力,就会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我相信很多人从小到大都有拥有很多个梦想 但是在我中午毕业的时候呢 我就让自己有一个梦想 就是当一个著名的化妆师 当然有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你想要成为一个化妆师呢 我就是这样子告诉他们的 因为现在的女生都没有自信 都缺乏一些自己的自信心 所以呢,我就是想让我这个 这个职业能让他们提高他们的 和让他们拥有更多的自信心 在这里呢,我想要告诉所有的朋友 如果你对美容或者是化妆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来FPFA更加了解你想要的课程 因为呢,这个就是你的梦想踏出的第一步 谢谢大家